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双电影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真的可以切断吗? 这部短片来告诉你答案 小红和小兰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因为从小头发就长在一起,所以形影不离 然而随着慢慢长大,他们时常会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争执 一天,小红看到一个掉落的果子 刚捡起来,小兰就一把抢过放进了嘴巴里 谁知果实苦涩难咽,只好吐了出来 果池很快在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小株 小红对果树充满了好奇,对在地上观察 此时一只小鸟飞了过来,对着果子一顿乱着 小红挥挥手,把它给赶走了 而小兰明显对小鸟很感兴趣,她追赶着小鸟 可小红却想要看小树 在两人拉扯的时候,小树一瞬间长成了大树 随着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头发也越来越长 两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小兰一路越着小鸟爬上了岩石 半山要遇到一只绵羊对着她大吼 似乎是在劝她回去和小红和好 可小兰根本不理会她,继续往上爬 而这边的小红意外发现 树上的果实在地上又重新长了出来 于是她爬到树上兴奋地蹦来蹦去 随着抖动频频的加快 另一头的小兰重心不稳,掉进了山洞 爬出来后,她甩着长发 小小的抱负了一下小红 此时小红已经收获了一大片果园 而小兰也在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攀动掉了顶峰 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小鸟 她兴奋地挥舞着手臂 可是下一秒,鸟儿们就被她给吓跑了 小兰一路对着小鸟从山上跳了下去 由于头发的束缚,她被悬在了半空中 然而小鸟却全部都飞到小红的果树上面 由于双方都朝着自己的方向拼命拉扯 在头发的牵引下,两人就直接互换了位置 最终头发被扯断了 两人都紧紧地拉着头皮,想要挽回 可是一切都晚了 彼此之间再无任何联系 站在山上的小红这次居然主动把果实给小鸟吃 可之前她明明是很讨厌的 如果那时候不怕小鸟赶走 如果两个人都能退一步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就不会疏远 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便是这样产生的 因为少了一份理解,少了一份宽容 渐渐地越走越远,再也回不到从前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